大家好,各位Big Big Chef的朋友 今天我會教大家煮麻油雞飯 吃完麻油雞飯之後 身體就會輕輕,是進補食物 麻油雞飯,顧名思義,當然有雞 半隻雞,這裡就先斬了 然後當然有米,有薑片和薑絲 為了拿飯比較香,我要用冬菇和蘑菇 麻油雞,最重要是有黑麻油 然後還有生抽和米酒,一定要有 好,首先先處理雞 一定要加點鹽,加點醬油和麻油 先拌一拌,醃十多分鐘 這些菇可以切薄一點,太大塊 口感就太好了 冬菇的味道比較香,令飯更香 好,我們先開火,先把薑放進去 多一點也不要緊,因為冬天吃多些薑,會暖身 好,麻油呢,差不多是兩湯匙的麻油 煮這個麻油雞飯要留意油的份量 鍋熱了之後,可以慢慢收拾它 因為我們要慢慢逼薑的味道出來 薑片剛剛開始有點彎 這樣就差不多了,加少許薑絲 原隻雞,我覺得有骨是比較好吃的 好,調到大火了 因為我們要煮這個要煎香的雞皮 盡量煎至雞皮有一點焦糖化 有一點焦糖化,有一點焦糖 我們這樣做法是像中式的味道 雞差不多了,可以收小一點的火 好了,我們去處理米了 米就要1比1的水 首先,2分1的米酒 我們加進去,攪拌均勻 哇,很大 大家看到有很多油在這裡 要控制雞油的份量 我覺得這裡的米比較多 我想應該能吸收 然後我們就把米倒進去 慢慢攪拌均勻 我們開大火,讓它煮沸 煮沸後,就收小火,讓它慢慢煮 看見它煮沸後,就開始收小火 看到它就突出了 好,這個時候,我們就加菇 看到嗎?現在飯開始熱熟,開始軟 米水開始收了,酒精也揮發了很多 這個時候可以蓋上蓋 慢火煮,記住不要大火 大火就太焦了,會煮焦飯 麻油雞飯經過15分鐘的煮沸後 差不多就可以了,我們開了 哇,配合聲 哇,香噴噴 給它一點點顏色,比較好看 香噴噴,喜歡吃飯焦的有飯焦 好,我先嘗嘗雞 夠了嗎? 如果你身邊的另一半 睡覺時腳很冷的話 記得煮這個麻油雞飯給它吃 喔, massive 掉 Martin login 辱 라고 我們 看看